赵俊哲绝对是可以写进到我们中国足球史当中的一个名字 而且绝对是我们辽宁的骄傲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多英姿泛爽的一些照片 对 那这张呢 应该说是提不到赵俊哲 或者提到赵俊哲所有的赛事当中一定会提起的一场 其实从照片来看 一下子给我带回了2002年 而且还能够和巴西队能够出场比赛 心情就非常非常激动 当时我前一天基本上其实没怎么睡好觉 但是我也很兴奋 尤其是进球场的时候 那是揍着国歌你知道那种心情吗 那个时候真是体现出国家的幸福 那个国歌我攒得我心潮崩脉 尤其在那儿 但是尤其还能打一条门路啊 很幸运 当时没怎么多想 我说这我挺激动 我站起来说 好 来来来 来状态了 赵俊哲这小球 是2002年世界杯C组 中国队巴西队一场比赛 当时呢 中国出场的阵容啊 是打着4231的阵容 两个辩护位是徐云龙和吴成莹 两个中后位是刘雨峰和杜威 然后打左前位的是赵俊哲 右前位马明宇 两个拖后是李铁跟李肖鹏 那前面三箭头是郝海东 下半场的时候让踢波给换下来 那么赵俊哲这一脚打门柱进球呢 发生在下半场第61分钟 当时中国队已经大比分0比3落后 当时是我们在中后场断球之后 发动一次反击 17号杜威在罗纳尔多脚底下断球 然后把球携传给赵俊哲的时候 被这个巴西队的8号吉尔伯托挡了一脚 然后这脚球落到10号郝海东脚底下 郝海东又携传给赵俊哲 赵俊哲带球往前两步的时候 一扣 扣过巴西队主力中复位 3号卢销 然后用内脚被踢了一脚弧线球 很可惜打到了立柱上 哎呀 打到了立柱上这脚球 是这场比赛中国队最大的一个亮点 因为我们确实踢不过巴西队 如果这个球近了 可能当时赵俊哲的那种荣誉 就达到了一个巅峰 那么既是亮点又是一个遗憾 这种五味杂陈的感觉 除了他本人 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体会到 他可以接着就这球给大伙说 他得多后悔 哎 谢谢梁老师 首先我也暂时来给梁老师追个功 好 因为能够这么记忆深刻 回到那个重现的现场 其实我都没想到谁穿谁穿 我就记得法罗席要扣过来了 上去一脚 打完一脚球之后 回国的这种媒体的各方面的报道 那个时候我才感觉到 在电视屏幕前的那些 那么中国亿万的穷 关注的那一脚 所以说我当时回来之后 我才觉得